第五條消息,給所有人類,2004年9月1日 開塞俄比亞日曆發佈, 或,2011年10月2日 歐洲日曆發佈, 輝塞米布維德維姆奈菲奈菲斯 蓋道阿莫拉克阿門, 在阿木呂克方言意味著全能的上帝,佩里法師。 所以,因為你這樣說話,這些是主的宿主對我的話語, 我會讓我的話在你的嘴裡火,他會柴淡燒掉這些人。 耶利米五時十四分所有的信息, 透過耶和華的仆人傳達給你,是消耗你的火焰, 都在路上抹去你,如第五封郵件中解釋。 作為一個對全能的上帝說話的人, 我告訴全人類,因為我父親命令我, 告訴,沒什麼小母更多,所以你必須知道, 從所有消息,沒有將保持撤銷。 再次第五次,你地人類聽起來, 增開耳朵和硬。 使頭腦合理化,並深思他,為你即將到來的命運。 記得,醉漢不見的毀滅和災難正在由地球上抹去你, 一次和一切,因為你漢不見,從來沒有記錄過的罪行和罪。 我是最罪人,面對你,我沒有任何效力,你是對的,我什麼都不是, 但在全能的上帝眼中,情況正很相反。 我是祂信任兒子和伯仁。 當你將我算作一個垃圾箱,不值得任何東西, 我認真說一件事,讓它成為你給我貼上的標籤。 我再說一件,說任何你喜歡說的話,令我們在此封口。 在我傳遞到第五條訊息的要點之前,等我們告訴你一件事關於我。 在消息出現和派之後,當地獄來消耗你,記得所有消息說什麼,包括第五條消息。 我相信你會黑球連吻,都跪低面對這個精神拍人或煮的垃圾箱撥人。 在這個歷史交會點準備,給答案,當你面對最後完成地獄現象,是將出現。 要讓你知道整個全面徹底毀滅的嚴重範圍,你將面對,我只是把上述一般的話。 第一頁,讓我們去第五次按摩的要點,第五條訊息中有什麼新內容? 第五封郵件不是要替換前三封郵件的,而是要替換你之前的三條消息。 而是提醒你,他們做了什麼,現在都做什麼,以及未來第二階段的消防廠和蒸漏過程將做什麼? 耶!全能的上帝的話,把這句話之後,這個聲明會告訴你即將到來的地獄, 可以肯定的是,他們會來,永遠不會避免在任何手段和方式,所以在深切的心中讀他。 我,主啊,你復仇的神,你的復仇之神,展示你自己,站起來,判斷地球,懲罰他們應得的傲慢者。 邪惡的主要多久,邪惡的主要歡欣鼓舞多狗? 邪惡的做者充滿了咆哮,吹噓和狂妄,你打倒你的人民,主啊,壓迫你所選的國家,他們謀殺寡婦和陌生人,做無負死亡。 他們說主沒有看到懲罰傲慢,因為他們應得的。 雅各的神不注意。 知父注意自己,最野蠻的人,你們這些老人,你們這些老人,你何時才會呢? 他到了以朵沒有聽到,他模仿的眼看不見嗎? 他不應該只是國家糾正他們嗎? 人類老師,他沒有知識嗎? 主之人的思想,他們只是一陣風。 詩篇 94 時 1-11 。 因為他們說,我們將為自己佔領,上帝的人的所有牧場,分散他們,我,上帝,好像這個甲殼蟲,像風前的沙夫。 像火焰在森林中是藥,或火焰在山上燃燒,追捕他們在他們的頭上,主啊,直到他們承認你的名的偉大,被他們被征服,生活在永遠的沮喪, 被他們感到自己的恥慾,和滅亡,所以被他們學習,你獨自藝術主。 上帝在地上最高了。 詩篇 83 時 12-18 。 雖然你沒有正確和完美記錄的聖經作為特瓦多正統,我推薦你開塞俄比亞正統教會的塞馬尼阿哈道聖經。 《梅特哈菲特報》或《英文智慧之書》十五時十八分至二十四、六、一。 忽視全能的上帝的法則,違反祂的行為,反抗祂所有的命令,都是今日的時尚,都是文明的行為,尤其是那些我們的世界領導人,周長和祂的代理壟斷者,以及祂的下屬都是全能的上帝的敵人。 他們都是老千、無恥者、利己主義者、雞奸、殘忍、罪犯、殺人犯、種族主義者、通奸者,是所有年齡斷體不見的罪人。 你是我們時代罪的象徵。你由你老豆魔鬼指導。消息出現之後,你老豆魔鬼建議你作為一個實體,抵制和反擊全能的上帝的決定。 你還決定摧毀全能的神的所有符號,命令,命令,你能做到嗎? 在人類的所有歷史中,除了你們,我們這個時代,我們的魔鬼和罪犯之外,沒有人試圖這樣做。 你正非快地向罪漢不見的黑暗非遲。你是老親。 你認為全能的上帝的強手會被抵抗?沒有人能反對他。 你會崩潰,成為歷史,但他,他就是創造和消除一切,包括我們人類的人。 你從未悔改過,你仍然違反他的人之氣。 淡造,你正將本島是他已經激起的憤怒上。淡造,你令一切變得更糟。 火磨機和火蒸漏的第一階段已經磨你,但你的心從不彎曲。 你以你的剛性悔改,採取給你的建議兩年前,現在你將地獄帶到你家門口。 等待第五條消息出現,並帶你到你持久的家地獄。 所謂的象徵聖基督徒天主教徒、抗議者、人為的正統等。 是你所有的傀儡誰支持所有的罪行和罪,你現在正在做著。 和他們自己都在罪的罪惡行為中超越你,正在進行的第一階段的懲罰從未讓你跪低。 相反,你仍然在同一個爭的軌道上,帶來了第五條信息,到你的頭。 你依靠智慧、毀滅的力量,以及你積累這麼多類型的武器和武器庫, 你存放在店裡是你的盾牌。你靠著這段時間的統治者的宣傳和煽動。 但你應該記住,你所依賴的一切永遠不會令你免於毀滅。 第五條信息不是要告訴你新事物,而是要提醒你兩年前發出的信息。 他們說給你一切,全能的上帝已經決定。 雖然你忽略了他們,並拋出他們,他們正在做。 他們被命令做什麼? 他們仍然按照全能的上帝的決定盡職。 做什麼第五條信息阻礼? 事的,你應該問,是正確的,此消息來的目的如下。 當他們問他們去哪裡,你要對他們說, 這些是神的說那些為死亡的人將去他們的死亡,那些為劍的劍,那些為飢荒,飢荒,和那些被囚禁。 四種末日,我為他們定命,主說,劍殺死,斗撕裂,獵物鳥由天空,野獸由他們的巢穴,噴世和摧毀。 野利米十五時二至四。 如前一三再一消息告訴我們所有人,全世界都在見證,所有的決定都信息告訴我們。 第一個消防廠和火蒸漏像前面的信息中描述的感。 雖然懲罰仍在繼續,人類從未悔改,而是他仍然堅持他所有的邪惡行為。 他笑著,拿信息開玩笑,由於他粗魯地悔改,第五條信息告訴他,全能的上帝的手和呼吸會有什麼反應。 但對於全能的神國仔,第五個消息阻來,讓他們明白,發生什麼事,直到現在,以及將在即將到來的消防廠和火蒸漏的第二階段做什麼? 記得全能的上帝的一切人,那些神的話語,透過他信任的仆人,作為他呼吸的應許,永遠不會被撤銷。 那些消息,你有前兩年將實施,而不放棄一個字。 記得,前三條消息和第五條消息將沒有任何障礙。 因此,所有這些全能的上帝伯仁,和奉獻的研究員, 你應該平息你所有的思疑,敵人在你的腦海裡播種,保持警惕,忠誠,信任你心愛的全能的上帝。 我們的父母,我們的救世主,我們的創造者,對我們,我們相信祂,祂就是一切。 我們讚美感謝,並尊敬祂珍貴無與倫比的名。 雖然你不信祂,仍然站在反對祂,相反,我們相信祂,從我們的心,頭腦和精神。 仍然站在祂的名,我們譴責祂與整個世界,誰反對祂與祂的立章。 記得,全能的上帝的下面一句說話。 透過信仰挪亞神聖地警告漢不見的未來,好好地關心和建立一個方舟來拯救祂的家庭。 透過祂的信仰,祂將整個世界都搞錯了,並將自己對信仰的正義主張做好了。 希伯萊書十一,七,祂是所創造的一切的神。 其中,我們感知看到同店,祂創造了無與倫比的非常榮幸的天使, 聖邁克爾,聖格布雷爾,聖魯法爾,聖法努埃爾,聖烏拉爾,聖。 拉格拉爾,聖薩芙爾,聖阿夫尼阿爾,聖斯達基阿爾,聖。 當然,聖。聖板,聖。拉梅亞爾,聖。 祂無處不在,我們看到,無處不在,我們從來沒見過。 我們最好說祂,祂就是祂。 祂為我們的罪付出了不可思議的代價,祂使我們成為祂的兒子, 給祂無與倫比的愛,祂要我們由敵人魔鬼的束縛中解放出來。 今天,祂將祂信任兒子放在祂的母親與我們的母親處女結婚的手中, 為祝福年齡在將到來。 我們有權選擇,並改將,從所有來地獄安全。 由你不屈不鬧的魔鬼行為和立場你失去了, 祂所有的諾言,而不是你得到了,會有祂看不見的懲罰重手。 正如完整的三條消息,正如我們由前面的消息中閱讀和理解的, 我們目睹和看到的毀滅和災難都歸類為第一火廠和火蒸餾, 金邊,經濟,金融,銀行,保險,證券交易所,出入口等都被我們感到不和。 震撼世界的危機,赤字,空貨膨脹,債務危機,經濟衰退,能源危機,失業,政治危機,社會危機。 自然災害,如地震,火山,巨峰,龍捲風,風暴,山體滑坡,洪水,海嘯,卡塔裏納斯,野火,高溫和其他, 我們可以將一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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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項目人民不服從任何形式的政府失去信任。 今次從未見過的危機是消防廠第一階段的症狀,以及直卷全世界的火災蒸餾。 如前文傳文一、二、三、第四十八頁第五段所述, 讓我們引用它正如兩個消息告訴,由2000年12月12日開塞俄比亞日曆開始, 世界進入削削和梳理火的第一階段,作為任何引擎, 汽車的引擎開始移動汽車,汽車慢慢移動到其最高速度封直,這些消息也是如此。 很明顯,行動已經開始與可見的症狀,所以症狀是未來最深同完全破壞的跡象。 經濟,金融部門危機,自然災害,社會危機,政治危機等都表明了混亂的跡象, 所有這些事實都表明,他們已經準備好採取看不見行動, 履行萬能的上帝的秩序。 正如我們由之前的所有消息中理解的, 今天,整個世界經歷看不見緊的毀滅力量, 他們都以協調的方式行事,直到現在, 我們看到他們的破壞力量非常有限的行為, 你信不信由你,在全能的上帝倉庫上, 不定或計不清的多種破壞性力量被儲存起來, 為了懲罰那些不遵守全能神的法則的人, 都儲存著同樣不定利,不負責任的祝福類型, 他們都注定要祝福那些套全能的上帝的法則生活的人。 因此,正如我們今天所目睹的, 整個世界都與全能的上帝的會同秩序站在一起, 人類總的都是騙子、低奸、奸徒、殘忍、殺手、 坑藍者,尤其不值得任何信任,特別是領袖、 宗教領袖、看不見的罪犯、種族主義者等。 腐敗和腐敗者、無神論者, 他們否認同唱衰全能的上帝的話, 他們依靠他們的知識、智慧、 他們的主人魔鬼給了他們, 基於這種迷失的方式, 他們殺害、追逐、 虛流和折磨全能的上帝的人。 由於這種看不見的罪的行為, 第五個信息來告訴全世界全能的上帝會有什麼反應? 在懲罰的第一階段跌離,我們直到現在才看到, 全能的上帝的話,對那些仍然反對他激起的憤怒的人。 因為我們看到神的報應由天上暴露出來, 落在所有無神的邪惡人身上。 他們邪惡地撲殺了真相。 對於所有可能知道上帝的人堂是他們眼前, 其實,上帝自己有向他們透露。 他們的無形屬性,也就是事說, 他們永恆的權力和神, 已經可見,自從世界開始, 理性等的眼睛,是他們製造的東西。 因此,他們的行為沒有可能的辯護, 之神,他們拒絕尊重祂作為神, 或令祂感謝。 因此,他們所有思想都以往無益的方式結束, 他們被誤導的思想陷入黑暗之中。 他們花忽自己的智慧,但他們自欺欺人, 用不有神的輝煌來交換一個形狀像凡人的形象, 甚至像鳥、野獸和爬行的東西的形象。 出於這個原因,上帝有放棄他們自己欲望的卑鄙, 以及隨之而來的他們身體退化, 因為他們用真神交換打神, 並且對創造的東西而不是創造的東西給予崇敬和崇拜, 而是為了創造者,而創造者是永遠的福氣,阿門。 因此,我說,上帝有放棄他們可此的激情, 他們的女人為了不自然而交換自然交往, 而他們的男人反過來又放棄與女人的自然關係, 彼此的慾望燃燒,男性與男性行為不雅, 並在自己的個人中之不適當的人工的反常行為。 因此,因為他們沒有看到承認上帝, 他們有放棄他們自己墮落的理由, 導致他們打爛所有行為準則。 他們充滿了各種不公正, 博作劇,強姦和樂意, 他們是窒盜、謀殺、競爭、背叛和樂意的大群眾, 以與和醜聞反指,爭上帝,傲慢,傲慢,自誇, 他們發明了新的屋作劇, 他們對父母沒有忠誠,沒有良心,沒有忠誠, 他們的困境的話,他們沒有自然感情,沒有憐憫。 他們很清楚上帝的剛剛發令, 那些淡造的人嬰,然而他們卻這樣做,不止淡, 他們實際上讚揚這種做法。 羅馬語,一時十八分三十二。 你們這些人類,正如你現在看到的, 一切都是黑暗的。 這麼多主仆人告訴你一切會拯救你, 你聽到他們,你忽略了他們,並拋出他們, 所以什麼應該更好的,沒有什麼可以拯救你, 正如全能的上帝的判斷力和決定說的, 你要去你最後的安息之地,是地獄。 第五條信息篩範圍說,需要大家的理信, 都需要內心和忠誠,此消息傳來, 只是在需要的時間作為全民消息一,二,三, 說參見消息三,第四十九頁第一話, 二,三,四,五段,正如神的話所說, 通過向兄弟會提供這樣的建議, 你將證明基督耶穌的好仆人, 根據我們的信仰和你們所遵循的聲音的戒律而成長。 與那些無神的神話毫無關係, 只適合老婦人,保持自己接受宗教實踐的訓練。 身體的訓練確實帶來有限的好處, 但宗教的好處是無限的, 因為它不僅為一生, 而且為生命帶來希望。 以下是你可能信任的話語, 值得完全接受的話, 常陽在我們面前, 我們勞動和奮鬥, 因為我們將希望放在在生的上帝身上, 上帝是所有男人的救世主救世主, 最重要是信徒。 當你讀到全能的上帝的上術詞時, 第五條信息告訴我們, 我們全能的神的仆人, 必須在我們履行的每一個職責中堅定, 記得牧羊人有太多的負擔, 我們必須大膽和強大到足以保持, 祂的仰,特別是在這個測試時間, 從任何類型的邪惡, 由於整個世界都充滿了危險的白蟻, 蛇同狼似天主教徒, 新教徒, 在我們的國家稱為特哈德索, 和那麼多類型的偽裝基督教明, 稱持有人, 在現實中的敵人的真正信仰特雅多, 所以全能的上帝的所有人都信任過兒子, 做好準備, 維持你由你心愛的老爸那裡得到的一切, 抵制敵人和萬惡行為的所有束縛, 我只是簡要地解釋了信息合併的目的, 在上面的罪言中你讀到, 現在給我們傳遞到此消息的主要D, 內容, 全世界與愛塞俄比亞人如何看見前三條信息, 一、二、三, 還有發給愛塞俄比亞人的第四條信息, 二消息出現後, 整個世界都發生什麼事? 今天全世界都發生什麼? 隨著消息的縮放, 在什麼特別的行動? 今天的懲罰正在進行? 在全能的上帝的這些懲罰之手旁邊會有什麼禮? 世界強國如何接受, 並看見前三個信息? 在即將到來的局勢中, 他們的命運會如何? 世界的宗教界如何看見前三條信息? 在第二階段的消防磨機和消防梭理過程中, 他們的命運會如何? 在這個判斷的歷史時期, 世界政治、宗教、 軍事和安全大師的所有領導人, 和所有經濟生活擅持有人, 壟斷者、實業家、 國王製造商以及他們的代理人, 他們的命運會是什麼? 都即將到來的第二階段的火魔方 和蘇利和燃磨火。 這是什麼意思? 當我們說第一個消防廠, 是什麼意思? 火魔和火的蘇利和燃磨的第二階段 意味著什麼? 而且,第一階段和第二階段的行動有什麼區別? 白鎬塞俄比亞,俄國,在第一個消防廠, 他在第二階段的消防廠的命運會如何? 也,他所謂的領導人的命運,政治, 宗教領袖和他們的下屬休息什麼? 根據三條信息,歐洲,直到現在, 他發生什麼事? 在第二階段的反應鏈, 吞無他禁制,什麼是他的命運, 在即將到來的火魔方,他的強度是什麼? 什麼樣的? 十不尾,基於三條信息,直到現在發生什麼,都正在發生? 在消防摩基和消防梭里的第二階段,他看起來像什麼? 在第二階段的懲罰中,他的命運會如何? 十一亞洲,基於三一,二,三,以前的消息發生什麼,現在仍然發生? 在消防摩基爾旗,與火梭,他看起來像什麼? 在第二階段的懲罰中,亞洲的命運會如何? 到澳洲,就前三條信息的情況,發生什麼? 在火魔機和火魔的第二階段,他的命運會是什麼? 十三南美洲,前三條消息中,發生了什麼事? 在第二階段的火魔和火梭里和研磨,他的命運會如何? 十四非洲,在之前三條信息中,發生什麼事? 在消防摩基和火魔的第二階段,他的命運會如何? 十五斯坑的納維亞國家,在之前三條信息中,他們如何了解? 在即將到來的第二階段,消防摩基和消防疏理中,他們的命運會如何? 十六斯坑國家,擁有核武器,化學武器,生物武器,宗旨武器和大規模殺傷性武器, 根據前三條信息,他們發生什麼事? 在即將到來的消防廠和消防疏理的第二階段,他們的命運會如何? 對神、仆人和全能神的奴隸犯下的罪行的懲罰是什麼? 十八我們的信仰船落阿船給全能上帝的奴隸們的忠告,對所有信息派所犯罪行的處罰決定, 千年是什麼意思?他還告訴我們什麼? 二十二摘要,一全世界和歐塞俄比亞人如何看得整個前? 消息一、二、三、四,哪個不虔誠的傻瓜說,在他的心裡,沒有上帝, 男人是多麼卑鄙,多麼墮落和令人厭惡,沒有人做任何好事。 主從天上向下看,看全人類,看到任何明智的行為。 如果任何尋求神,但都是不忠的,都是難到核心的,沒有人做任何好事。 不,甚至沒有一個,他們不應該後悔什麼?所有邪惡的做人,誰吞噬我的人民, 因為人吞噬麵包,從來沒有呼籲主? 在那裡,他們在可怕的警暴,因為上帝是在上帝兄弟情義。 詩篇十四時一至五,對於所有忽視全能的上帝忠告,決定,仍然反對他聽,爭開耳朵和硬。 在1998年7月3日開賽俄比亞歷法中,我全能的上帝的博人和奴隸發出了第一個信息, 因爲我被命令淡造,第一條消息是由我自己的手寫的,我將它由寄給以知的強大國家,透過他們的大使館,編號衛十七, 好似五大強國美國,英國,法國,俄羅斯,中國是前接收者。 第一條消息後,兩年之後,在2000年9月27日開賽俄比亞歷法中,第二條消息出現在電腦印刷中, 兩條消息都說給了,整個世界即將來臨,由於人類嚴重的罪業,懲罰是什麼樣, 與全能的上帝決定,所有人都被告知並被賦予世界以知的媒體,以及很多國家的領導人,也都說給了所有以知的宗教領域。 在所有這些努力中,人類的所有信息從未給過一些價值。 沒有人解釋危險,都解釋信息,只是所有那些誰得到的消息,笑,開玩笑,並將他們認到藍道。 有了這一切,大膽的人類總反應,主造了最後的決定,有條不敏地執行或執行兩項決定。 第三個消息出現後,我將所有三條信息以一個小賊子的形式,並再次分發給所有訪問有能力的國家,媒體,大學,個人。 雖然我有做一切,甚至沒有人,甚至乎一個,使信息清楚,以可用的國家。 他們都保持沉默。 為什麼? 他們是精型剔透的,我們每一個時代的領導人,宗教領袖,壟斷者,貪婪的權力,財富的光澤和邪惡的行為服務器,以及信徒,都從未看到他值得一分錢。 即使,他們忽略了所有消息,都在履行他們有罪的職責,正如所有消息中寫。 正如我們都目睹懲罰的第一階段,他正在做被命令做的事,在人類生活的所有領域,每一種懲罰都按照命令行事, 將經濟、社會、政治、自然、軍事區域危機被視為日常行動。 在所有發達國家,金融危機、赤字、衰退、通貨膨脹、股市暴跌、銀行和保險危機、出入口危機、工業危機、失業、空運和陸路運輸充滿危險、核危機。 一切人類努力都失去了一成。在自然災害中,所有的風暴、龍拳風、巨峰、海嘯、致命的地震、颱風、山體滑波、洪水、嚴重的熱浪、冰災、飢荒和肝汗、飢餓、糧食短缺和很多其他危機都要生命變得危險。 在政治危機方面,正如我們日日都在看到種族主義、宗教衝突、種族衝突、流氓政府、腐敗、所有世界領導人、被其人民憎恨、 沒有穩定的政府、所謂的民主、魔鬼、沒有更多的解決方案,在每一個來的每一日,一切去看不見的黑暗。 為了描述所有當前的危機,本業無法容納他,所有這些破壞是在公眾出現第一個訊息之後,從那個時候起,破壞仍然比人類想像的更深。 即使一切發生,沒有人發出通知,採取的所有世界魔鬼安裝政府的宣傳機器,所有人類仍然希望由其流氓統治者的野同解決方案, 沒有一個人類彎曲,並尋求解決方案,他的創造者全能的上帝,相反,他仍然追求他的魔鬼立場。 記得,他絕全能主的法則將帶來死亡,並由神的法則付出代價。 而消息出現後,世界你發生什麼?世界你現在處於什麼狀態?基於哪個年級的消息?懲罰再去? 消息出現後,正如整個訊息所告訴我們的,一切都在有條不敏地進行,沒有匆忙,一切都清楚,所有人類,一切都在進行,沒有障礙,從任何人。 世界人類生活中的所有領域進行,他的第一階段懲罰。正如我們聽到的,在每一個小時,所有的破壞,在我們的生活中的所有面, 好像經濟面臨的危機,自然災害,社會危機,政治危機,飢餓,飢荒,洪水,龍捲風,地震,風暴,海嘯,核危機,同這麼多危機,不能計算,所有做全能的上帝命令他們做。 我們今天看到的所有災難都被貼上了懲罰的一年覆劃階段的標籤,仍在進行,不會停止,除非全能的上帝命令。 記得,這個訊息主要針對神的人,要他們走上對的道路,加強和引導他們前進,而且,對於那些全能的上帝的人削弱的邪惡行為者多次攻擊, 修補他們破碎心和心靈,除了所有這些,告訴他們,歡樂的日子是迫在眉睫的。 另一方面,對於所有那些被譴責的惡行者及其追隨者來說,他們都必須知道正義意味著什麼,讓他們知道正義把好快得到他們。 是他的所有承諾,主保持信心和拉直的背部曲他不變,是他的所有工作,主舉起那些詩篇145、14。 在全能的上帝的這些懲罰之手隔離,會有什麼禮? 我們所目睹的一切,毀滅,災難,危機,困惑,絕望,萬物混亂,無法保證來天生存或生存得,陰屈的未來,不安全的日常生活,一個混淆,利己主義,流氓,貪婪,殘忍的領導人的統治,在世界各地,完全失去幾代人。 在一個真正的特雅多信仰的眼中,世間上所有國家,除了很少人沉入吞沒地球所有表面的火焰的地獄中。 雖然現在發生的所有混亂都歸入火魔和火魔的第一階段,下一階段將是什麼,都會給我們帶來什麼? 如果我們做得好,我們曾期望由全能的上帝,好和光明的未來,但是,我們沒有好東西,可以權衡在全能的上帝面前。 但恰恰相反,我們都反對主S 將命令和神聖的命令,由於這些事實,莫難帶走我們。 被因別,我們從來沒有感到害怕即將到來的看不見的地獄。 相反,我們試圖與全能的上帝的評判之手戰鬥。 透過依靠我們的知識、財富、我們花忽,好像我們處理一切形式的破壞,這些破壞慢慢消耗著我們。 建議,從邪惡的魔鬼大師得到的指導,從來沒有拯救你,你所有的努力,將是解決方案,像風一樣消失。 所以,作為所有的事情,正如我們所看到的,接下來是什麼? 全能的上帝會有什麼反應? 對於她已經點燃的憤怒,透過反擊她的判斷,我們傾著本來是她的憤怒,所以現在她充滿了燃燒的火焰。 由於這些事實在進行的所有破壞、災難,是要到現在,強度將比我們今天看到的要大49倍, 而且新的看不見的多重毀滅力量都將被釋放, 這些破壞力量的行動範圍是無限的,沒有人能想像她們的行動力量將到來。 誰能面對全能的上帝? 沒有人,直到你知這些,跪低消防磨機的第二階段的流動火蒸漏和燃磨不會停止。 他們看來好像你會得到他們在訂單列表,和每個大陸的標題。 全能主的話說如下,當他們在課程中旅行時,沒有指定的日子,由她的指導之手引導的人出現在上帝面前,以作出判斷,做她的出嫁,她不要求,但打爛了強大的整個移居的世界。 並設置其他人在他們的位置。工作三十七時十二分至十三為她們的罪行,她打擊她們,要她們轉移她們膨脹的財富我,因為她們已經停止服從她們。工作三十四,二十三二十七,在上帝的手中是所有在生的靈魂,人類善良的工作十二時十分。 再傳遞到下一個標題之前,記住這一點,世界將由仍然擁有全人類的邪惡行為的所有束縛中解放出來,後炮被解放和受神的要人統治的靈魂是埃塞俄比亞。 之後,你如前幾次的信息說,為低全能的上帝的撥人誰將統治埃塞俄比亞,在她們完成之前,你被整個毀滅和災難的範圍永遠不會停止。 世界強國如何接受和看到前一個一、二、三、信息,她們未來的命運,在第二階段行動? 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是當今人類的主人,正如我們經常看到和見證她們做任何她們喜歡做的事,任何事,任何地方,在地球上的所有面孔。 這些是誰,最前沿的力量? 她們如下,美國巴比倫英國,法國,中國,俄羅斯,德國,加拿大,日本,印度,巴西,南非,以色列,伊朗,朝鮮和韓國,澳洲,荷蘭,意大利,丹麥,西班牙,葡萄牙,麥西哥,沙特阿拉伯,埃及,泰國,阿根廷,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 烏克蘭,緬甸,簡報寨,格陵蘭,愛爾蘭,瑞典,挪威,芬蘭,台灣,菲律賓,新加坡等其他國家,總之,聯合國,非洲聯盟,歐洲聯盟,亞洲聯盟,拉丁美洲聯盟,北約成員國等所有成員國都受制於即將到來的第二階段懲罰。 這些超級大國是我們世界所有生活事務的主導因素,地球上所有國家傾道,造和服從,無論他們被命令做甚麼,由這些陳世主人,或魔鬼代表毫不猶豫,但是,如果是全能的上帝的命令,沒有人敢服從他,與這些行為的人持續了幾千年。 雖然全能的上帝是內心的,要人類,但並不意味著,他經常等你,直到你毀滅整個世界,使所有人類種族成為邪惡的奴隸,就是為何這個檢查伴侶的判斷阻力。 我們都知道我們所有的時間,超權是魔鬼的完全奉獻的僕人所有罪業主人今日一切都是由這些超能力在世界各地做,工程和指揮,所有的行為都有行為正確和正確,空間,索多無的,謊言,殘忍,不信全能的上帝,而不是他信偶像,賺錢作為上帝,權力,貪婪,自私,邪惡的造者,等等。 由於所有這些邪惡的行為全能的上帝決定和發出他的判斷的話,透過他的垃圾傷伯人,要他的行為可見所有人類,前三條信息一,二,三,和第四封給真正的特瓦克多信徒的信息,最後第五封消息將評判你,雖然所有三個消息已經到達你所有的超能力,沒有人敢聽和服從全能的上帝的評判氣息, 相反,你忽略了所有的訊息,笑所有的消息,看到所有的懲罰沒有被你聽到,但忽略了你的創造者的決定。 由於你跪低僵硬,第二階段的行動是來面對你,他等待著這個信息離開全能的上帝小屋的伯人。 在第二階段的行動中,上述所有發達國家及其傀儡都將成為受害者,在第二階段的行動中,任何所謂的發達國家都無法逃脫即將到來的地獄,他們會知道全能的上帝是什麼意思,他們會記得,透過他們的死亡過程,他們嚴重的罪,和最後永恆的命運休息的地方地獄, 你知不知道,行動的第二階段會是什麼樣的?全能的上帝會全給你的決定? 首先記住前三條消息的所有部分,所以你必須知道第五條信息離開增加強,並加大儲罰,你已經在服務,由第一階段到第二階段的力量和力量給你知的要大49倍,都是全能的上帝身的懲罰手, 49倍是什麼意思?意味著所有破壞和災難行動,將乘以49倍於以前的持續破壞和災難的力量,例如,我們習慣的地震不超過12級,雖然是有記錄以來的最高,如果我們將至少一個大小三作為3級,如果將乘以7作為初始乘數,將超過49倍,就好似一個例子,令我們將乘以7,將是21, 所以這是最小的,所以你可不可以活下來今世啊?你應該透過上述事來計算懲罰手的其餘部分? 這些都是即將到來的地獄,已經站在你的門台街上,你可不可以抗拒它們啊? 抑或你有力量,智慧或任何力量來對付它們?我們,看下啊!當地獄是約你,記住所有的消息,同立殺傷,全能的上帝的僕人和奴隸你總是笑,開玩笑,並試圖壓制我,摧毀我由你安裝的快慮,我國領導人不少於六年,然後你會知道你堅持什麼嚴重的 不可遙述的罪行。你們都知道,你們伏第一階段的懲罰,雖然你從來不信信息所說的一切,但它們已經令你的生活如此難以應付。 你仍然努力著站起來的問題,並帶來破壞,而不是服從的決定,你仍然站在反對全能的上帝懲罰行動。 因此,以下嚴重的第二階段行動是踩到你的門,從地球上抹去你。在所有的經濟中,經濟衰退,赤字,空貨膨脹,金融危機,銀行和保險危機,債務危機,貨幣波動和信任失去,證券交易所持續暴跌,出入口危機,信貸危機,能源危機,運輸危機,糧食生產減少, 飢餓,飢荒,失業等經濟領域,所有這些已經普遍存在的嚴重問題,把在規模,深度和力度上成倍增加49倍,以消除全人類的大膽抵抗。 這個決定是由全能的上帝同在此宣布發出由他的垃圾商博人我,在留言離開我的小屋之後,將實施到行動,我的簽名上簽了名。 政治,社會動盪,一切國際組織失去信譽,殘酷,腐敗的領導人,流氓國家,貪婪的壟斷者合併,對一切人類價值觀的尊重,處處種族衝突,宗教衝突,被民主所覆蓋,所謂的不負責任的人所犯下的那麼多罪行。 那些說是高殖民者的人,在政治,宗教和經濟領域,都是低奸,空奸者,天子主犯,屠夫,腐敗者,罪殘忍者,罪犯,種族主義者,貪婪者,殺人犯,透過他們的行為,生活的所有領域都要個個痛苦不堪。 因此,這些罪惡的罪業將繼續下去,所有參與者,表演者,上述罪行的設計師,將被抹去由地球的臉,那些誰得到了全能的上帝的郵票和印章,和我們的母親處女結婚將是安全的所有即將到來的地獄。 這個行動被全能的神命令付諸行動,在此宣布和發出其的僕人和奴隸,是我,都牽署了他。 性質,地震,龍捲風,巨風,海塞林巨風,颱風,臺風,致命風暴,洪水,熱浪,閃電,山體滑波,雪,寒冷,風,野火,致命病毒和很多未知的致命疾病,是無法抵抗的。 所有被命令在尺寸,深度和力量的四十九倍,沒有人能反對這些自然力量,無論他們出現,任何國家的惡人和罪人都走不甩,是由全能的上帝決定的,由他信任的僕人發出並簽署。 同身的懲罰手,看不見的野獸,有一半的人,同一半野生的外觀,我們習慣的閃電會明顯地出現, 沒有量力而未有的力量,沒有辦法阻止或抵抗,所以很多類型的看不見的破壞力量將統治,以看不見和未記錄的力量,意味著他們所有的力量為道,行動的深度將被四十九倍, 因為我們已經知道他們的力量更大,我們也知道在雨時,或雨或龍短風時間閃電出現。 但現在與乾燥赤裸裸裸的陽光時間閃電將發生,與四十九倍的力量,是命令由全能的上帝,從此,我他的奴隸和值得信賴的僕人發出簽署,並宣佈他做所有人類, 誰沒有全能的主人將與我們的母親姓母馬尼亞的郵票,以及他將他的標誌列出的人住所, 這張是神的保證,其餘的只會去他們最後休息的地方地獄。 將停止所有工業,那些生產大規模燒毀的工業和製造廠將停止生產, 例如,核、化學、生物、中止和致命的工程病毒和細菌,以及生產致命物質的其他人, 無論邪惡行為者藏身何處,無論他們建造甚麼類型的染體或堡壘,都永遠不會拯救人類。 因此,所有這些破壞性力量將發生49倍的力量,強度和尺寸在地球的所有面, 同時,這個消息第一天出現。 所有的海洋將充滿高速潮池和海浪,空氣中將充滿有毒氣體, 並被命令消除所有那些沒有全能的上帝印章 與我們母親處女結婚的郵票,深入閱讀這些全能的上帝的話, 從XQ 完整的第26章與第27章,並提示69時1至11, 上述所有國家及其最幸運的領導人,國會和參議院議員, 國家機器持有人,宗教所謂的人物及其所有機構持有人, 壟斷者,保安,軍事官員,所謂的學者,教授,任何領域的醫師, 以及我們所有年齡的哲學家,偶像信徒,龍,無術,無師, 以及那些依靠知識的人,日夜都在新生生路地破壞特瓦希多信仰, 生活在世界的每一個地方的人將被抹去,痛苦地黑球死亡帶走他們, 但在某些時候,他們將遭受漢不見的急性削削和磨火, 是主命令和這裏由他的奴隸簽署。 記得所有主信任的人,在天下所有的面孔, 誰都會生存,誰將安全由即將到來的地獄, 你必須有全能的上帝的批准和我們的母親處女結婚的印章和印章, 超越這些沒有更多, 沒有人保護你不要去最終目的地, 當你復罪時,你可能會試著拿出一個出來, 讓唯一的離開你,你給你的手, 並服從所有的命令,全能的上帝獨人的命令, 全能的上帝只聽到他所選的憐憫追求, 所以要有喘息的時間,並得到公平的線索和定義, 你們所有被譴責被沒掉的罪犯必須跪在全能的神的兒子和伯仁面前, 誰去任何時間很快到他們的位置,在奧伊塞俄比亞的所有治理職位, 懲罰第二階段對你的軍事力量, 技術劇變,正如我們所看到的今日所有的軍事力量, 我們說的只是,如果沒有全能的上帝的檢查者, 你會殺了世界上的國多少次? 你會毀滅地球多少次? 你仍然生產,現代化和升級所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 以及生產更尖端的武器,到什麼目的? 沒有人知道,連你自己都不知道,因此,由於所有這些罪的罪行為, 以下的行動秩序是由全能的上帝決定的。 病單,你所有的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將被抹去, 所有那些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引導系統, 無論它是什麼類型, 如果你構動攀機,為任何行動目的, 它將針對你自己和你們的一個國家, 而且你所有的電腦化系統,都會搞到一窩窩, 不能以任何手段糾正, 而且它會超出你的控制和檢查系統, 它也會崩潰的孩子玩玩具,你所有的戰機,你所有的武器吸衛星, 裝備不同類型的武器副將被消滅, 所有的戰艦,航母,潛艇,護衛艦,巡洋艦,驅逐艦, 無論它們是什麼類,將完全帶走看不見的海浪的海洋, 並放在海底之下,任何現代化軍備的所有指導系統都將非功能化,功能不良, 所有這些,你的最先進的技術,其中你依靠它們所有將作出像一個拋出破碎的年土, 所有的國家機器都將成為低脫壓,能源危機, 今天,整個世界的能源消耗取決於石油和天然氣,以及核反應堆,水壩,太陽能和風能轉換器, 所有這些能源的功能都將在即將到來的第二階段懲罰行動中得到檢查。 所有石油和天然氣生產商,從地學和海洋轉探和滑掘的油井在世界各地,中東,拉丁人,俄羅斯人, 所有哈薩克國家,西非國家,包括所有小型石油和天然氣生產國, 都將受到看不見的破壞性閃電的海浪襲擊,所有破壞力量將消滅它們,沒有石油沒有天然氣, 所以你的能量將完全停止,直到全能的上帝的奴隸允許,誰將統治歐塞俄比亞。 重達五十公斤的看不見的兵將連續落在選定的區域,以清除地球表面的譴責。 我們習慣的所有龍捲風通常不超過一天,但現在,他們將持續至少四十九天,強度,攻略,尺寸為四十九倍, 那些亞洲國家和其他信偶像,龍,像佛像,孔子一樣的人, 將面臨以下額外的懲罰行動。 所有的偶像,所有的龍,所有的雕像,他們樹立和跪下, 崇拜他們將被製作,看不見,來自無處的野獸, 他們身體的一半將有偶像的身體,龍,你為崇拜而建造的雕像, 其餘半部分的身體將有人看,他們永遠不會被任何人類獲得的力量抗拒, 你不可以躲著他們,你身在或隱藏,或庇護, 他們會找到你,麵包蛋阿睡和食,他們會香口交淡嘴著你。 是下令做所有人類無全能的上帝的印章和印章, 都密封由我們的母親處女結婚, 糟!現在到你最後的終點了! 好抱歉淡說,前三條消息在兩年前全部實現, 無需一個自撤銷。 所有這些命令,將面對你將是鬆散的, 第五條信息離開我的垃圾箱之後。 記得,當你進入你最後的地獄, 沒有人停止所有那些全能的上帝命令的行動, 除非全能的神可信賴的伯仁和奴帝貴向主, 向父求饒,否則所有行動永遠不會以任何方式或方式停止。 世界的宗教界如何看到前三條信息? 他們未來的命運是甚麼? 行動的第二階段? 正如地球上所有的國家所知道的, 很多宗教領域都擁有了整個地球的面孔, 所有宗教團體和組織都說, 我的教義是正確的和真實的, 透過堅持他們的教義, 是他們所有的年齡, 他們身身身身身身地建造他, 並種植他的心臟和頭腦的所有種族地球, 我將我們一樣的一個一個一個伊斯斯超過十億的民間故事。 伊斯蘭休息其他數量少於數十億, 其中,他們都覆蓋了地球的所有面孔。 但在真理和真正的信仰方面, 我們全能的上帝用他灑滿的血在十字架上立起來, 只有一個真正的信仰或真正的宗教, 是斯瓦克多正統宗教, 除此之外,其餘的都只是邪惡的領域, 或者可以說一個自魔化的魔鬼種植領域, 他們仍然認為自己是真正的宗教, 但在現實中,他們都迷失了仇恨。 他們的嚴重罪行, 他們從來沒有悔改, 相反,他們仍然堅持相同的錯誤, 他們的父親做了《使罪的罪書》,仍然盛行, 開始前六年, 他們說給世上所有的宗教, 他們看來好像他, 基於他們的罪, 他們反覆通過決定, 等待所有人類種族由他們迷失的方式回到太道上。 所有所謂的宗教領域,忽略了信息, 其是他們迷失的方式。 因此, 這個信息來支持所有以前的消息。 一、二、三有更加大的權力在世界各地實施, 正如全能主的話語所說, 我期待那個人是一個沮喪和苦惱的人, 一個扭轉我的話的人。 但是,犧牲一頭牛或殺死一個人, 宰殺隻羊或打爛狗的撥子, 提供卜物或提供朱鴻, 燒香作為象徵和崇拜偶像。 所有這些都是人選擇的做法, 誰陶醉在自己令人厭惡的儀式。 我都會實踐他們那些萬事大德的儀式, 並打倒他們害怕的事, 因爲我打電話, 沒有人回答, 我說話, 沒有人聽。 他們做了我眼中的錯誤, 選擇了不喜歡的做法。 以賽亞66, 2加4, 我是一個神, 只是近在手, 吳遠處。 一個人能躲在任何秘密的地方, 而我看不到他呀! 我吳填滿天地嗎? 這是主的字。 耶利米二十三時二十三分至二十四, 二十三, 一, 天主教, 這種宗教是佔主導地位的, 特別是在歐洲, 拉丁美洲, 一色在非洲和亞洲。 這個宗教是在四百三十一, 誒, 創建, 以了解更多關於天主教徒, 你可以得到他, 並閱讀由以前的消息一,二,三。 由於他的錯誤教導, 他犧牲了這麼多人全能的上帝, 今天, 他都做最危險的行為, 以摧毀特雅多宗教唯一聖的真正信仰的象徵。 他充滿了魔法, 邪惡的造人, 學者, 低奸, 空奸, 天使, 殺手等。 正如我們所了解和討論的, 在所有媒體上, 天主教領袖, 特別是在所謂的發達國家, 都成為雞尖, 他們攻擊在會眾中被護的兒童, 赤裸裸的邪惡造者, 從來沒有為自己的罪行和罪感到羞恥, 地球上所有的國家都為他們感到羞愧, 他們開始爭吵, 好似索多姆的行為是正確的, 所以很多同性戀, 女同性戀者是天主教徒的核心成員。 雖然他被告知他的罪, 他從來沒有聽說過, 所有三個消息已經發送給他, 但沒有價值, 他忽略了他,因此, 以下懲罰順序在第二階段的行動將採取他, 命令所有承諾成員的天主教徒 誰沒有悔改到現在, 失去得到全能的上帝的標誌和印章, 與我們的母親性沒有結婚, 把伏下列懲罰, 由此時間開始訂購天主教徒的普通人, 將受到死亡的懲罰, 痛苦和痛苦, 是他們的獎, 當他們進入死亡的痛苦, 他們或者能悔改, 以挽救他們的精神, 那些誰是這個假頭罩教義的熱心追隨者, 將面臨懲罰的所有殺戮, 磨、磨火, 當他們復的懲罰死亡將採取緩慢之後, 他們反覆懇求他。 對於所有天主教徒的領導人來說, 所有懲罰世界前罪犯的行動都將追究他們的責任, 他們被剝奪了迅速死亡, 他們會恰求死亡休息, 他不會塌雨, 睡眠時間是被禁止的, 直到你由地球上所有的面孔中流走, 你寵壞了他一千多年。 到目前為止, 你看到的所有懲罰都在第一階段行動, 在第二階段行動, 你是誰將支付最高的價錢, 你的嚴重罪行, 你犯了基督教的名義, 因此, 所有第二階段的懲罰, 命令所有超級大國都將做你這個命令和命令是由全能的上帝決定的, 我他的垃圾商伯人都發出並簽署了他。 閱讀和理解主的話, 從彼得的第二封信所有第一章, 以上所有決定都是基於彼得二的天主教徒和新教徒做出的。 主的第一章單詞, 新教徒這個宗教是真正的基督頭罩信仰罪敵人, 他們脫離天主教徒, 他們成倍增加自己像八米巴, 他們是我們無親性無結婚的敵人, 都是所有高度尊貴的天使的敵人, 甚至超越這種行為和信仰, 他們用基督成為憐憫的傷人, 撇開證明的詞不談, 他是上帝。 這些惡魔精心製造完美魔化, 並立立起身反對真正信仰的抗議者, 都用他由全能的上帝那裏獲得的熟練智慧來製造他們, 而上帝不是因為他的罪行和罪業而奪走的, 因此,有了這個技能, 他仍然令整個世界沉入罪業中, 都要所有國家永遠繼承地獄, 仍有一種能區分壞與壞的心靈, 所以,我們時代的所有新教徒都選了魔鬼主邪惡做工匠, 作為他們的上帝, 雖然他們聽到全能的上帝的評判氣息, 他們仍然站在反對主, 反對聖母結婚, 反對高度尊貴的天使, 很明顯,整個世界,特別是美國, 和其他人是這個信仰最熱心的追隨者, 對於所有這些抗議者的罪行和罪業, 你可以看到以前三個訊息的細節, 在這裏,你會知道, 在將接管整個世界的第二階段行動中, 他的命運會如何? 新教徒將面對全能的上帝的以下命令和命令, 他們羨慕在營地的摩西, 和阿倫誰奉獻給主大地打開, 並吞舞了達森, 他關閉了阿比拉姆的陪伴, 大火是他們公司肆虐, 惡人死於火炎。 詩篇十六時十六分至十八, 所有新教徒在地球上沒有地方被埋葬, 作為一個死亡受到尊重的人, 這些真理的敵人在地球的任何臉上都沒有任何位置, 他們唯一的選擇就是煙淡蒸發。 我是我母親處女結婚的奴隸和兒子, 我特此告訴你, 我永遠不會離開我的母親的敵人, 直到我將他們活埋, 他們的終職先會留下, 而是會由地球的所有部分抹去。 是全能的神所作出的決定和命令, 和我, 他值得信賴的仆人發出和簽署, 做任何這些魔鬼存在。 伊斯蘭這種民間傳說宗教是廣泛令自己傳播到世界各地, 這種信仰只是應該算作一個故事, 有關詳細描述,請閱讀前三條消息, 正如我們所看到的, 這種信仰正在食自己, 殺死自己的伴侶, 在世界各地, 這種信仰總是一種對待他的傷同或他的消極, 建議宗教信徒悔改, 了解真正的信仰, 笑聲, 相反, 他們被插華到新的階段, 破壞自己的伴侶, 因此,由於他們的粗魯性格, 全能的上帝決定並下令在所有伊斯蘭信仰追隨者實施第二階段的懲罰, 在第二階段的行動中, 主的懲罰性之手被命令由地球上抹去, 所有強權國家都下令採取所有行動, 所有有條不由由令的破壞性力量都被命令以過第一階段行動多49倍的強度, 因此,如果地球地震表面, 他將完成與力超過二十一級, 其餘的破壞性力量也會以同樣的49倍強度相成, 是全能的上帝決定和命令,由他信任的僕人頒發給地球上所有國家,並簽署。 道教,神道,三愛,暴敵主義, 印度教與其他亞洲國家的信仰, 所有這些信仰幾乎相同, 他們信偶像,在龍道,在動物道, 這個亞洲國家幾乎擁有世界人口的一半, 貫穿於其活潑的頭罩, 他們被激怒了全能的上帝, 他們仍然堅持同樣的罪, 用人造偶像、龍、動物雕像取代全能的上帝, 他們被勸告悔改, 從他們迷失的方式和罪的罪。 但他們從來沒有這樣做, 除了所有這些罪, 他們都做索多姆緊的, 空間、偷竊、殺害, 都是罪犯、騙子、騙子、 最殘忍的貪婪,是第二美國。 因此,以下處罰被責令採取, 龍短風、台風、 卡塔林拿巨峰、 海嘯、地震、火山、 嚴重洪水、 山體滑波、 看不見的疾病、致命的不可抗拒的病毒、 細菌的所有力量, 都會以力量消除和消滅你, 尺寸比你以前知的要大49倍。 所有金融、危機、經濟崩潰、 工業破壞、不可抗拒的火災地獄, 將活去一切, 飢餓、飢荒、 當任何這些破壞性力量浮出水面時, 他們都會帶走至少百分之三十的人口的生命, 如果他們反覆出現, 你期望你性的人口。 上述所有破壞力量都有其力量, 其強度是以前知道的49倍, 意味著你無法忍受他。 你製作了一個偶像、 一條龍、 一個動物雕像來崇拜這麼多年, 所有這些年齡, 全能的上帝等待著你的悔改, 沒有人敢這樣做, 由你的祖先到現在, 你是同一個崇拜者魔鬼與裸體行為, 所以,除了上述破壞力的野獸, 一半是人生, 一半是他們的, 還有你崇拜偶像、 龍、動物的身影, 做什麼要這樣做? 因為你必須知道一切的創造者是誰, 那些獲得你崇拜標像的野獸被命令食, 嘴咀你, 無論你躲到哪裏, 無論你用什麼手段去捍衛他們, 你都無法, 他們超越人類的力量, 不能以任何手段抵制, 這些行動被命令特別在以下國家地區進行中國, 印度、日本、泰國、威特南、香港、台灣、緬甸、尼泊爾、蒙古、柬埔寨、 兩個韓國、菲律賓、西里蘭卡、哈薩克州、 以及居住在非洲、拉丁美洲的賭罪, 所有人都將受到同樣的象徵的懲罰, 他們從未聽過全能主人的話, 預言說,是上帝主對阿蒙斯的話, 以及他們可似的上帝的話語, 一把劍,一把為陶宰而拔出的劍, 為毀滅而燃燒, 像閃電一樣閃閃達。 你的願景是假的, 你的預兆是一個謊言, 你將他打倒在頸上, 他們的命運已經來到他們, 在最後的懲罰的時刻。 再次謝特, 我會在你的出生地, 你起源的土地來評判你。 我會傾住我的憤怒之後, 你,我會呼出, 我對你刺激的憤怒, 我會將你膠級殘忍的人,熟練地毀滅。 你將成為火的燃料, 你的血液將在綠地上流下, 你將不留下任何記憶。 波希澤基爾 21-28-32, 東方奧托多克斯, 你都會面臨同樣的命運, 天主教徒, 抗議者, 伊斯蘭教章服務, 你知道真相, 如果你不站在特雅多正統, 並得到全能主的標誌和印章, 你的命運將是相同的那些被判刑的。 之前的消息1,2,3,已經告訴你,你站在哪裏,直到現在, 你應該悔改,要自己在正確的軌道上, 但相反造成不必要的風險, 如果你仍然迷失方向, 很抱歉地說你迷路了, 那些決定糾正他們塞爾維斯和悔改的比定時間, 他們做得很好, 你們其餘的人的命運將與那些被判刑的人一齊。 這個信息來不告訴你或建議你悔改, 已經去世, 但這次只是為了告訴你全能的上帝的決定, 第一階段, 行動將家庭為第二級懲罰行動。 將實施之後, 這個信息離開全能的上帝小屋的奴隸和撥人, 然後整個事情就會下地獄。 在這個歷史審判時刻, 世界政治、宗教、軍事和安全大師的所有領導人, 以及所有經濟生活線持有人壟斷者、 實業家、國王製造者、 股票持有人同團職者, 以及他們的代理人, 他們的命運是甚麼? 在第二階段的行動? 在我們的星球上, 世間上所有地區緊, 我們確實有近二百個州, 有不同的民族, 文化, 還有宗教, 與各別國家的每一個州, 它指揮著個官僚行話, 充滿了自實魔法治理制度的複雜策略, 地頭上的所有國家都受制於我們時代邪惡勢力領導人的赤裸裸的統治。 流氓國家, 政府, 腐敗者, 騙子, 索多母人, 貪婪, 殘忍, 煽動者, 看不見的罪犯, 都是作為整個世界的主人而活的, 無論他們住在哪裏, 他們經常坐在最高階層上工作, 因為這些被小魔化的世界完全是他們身後。 世界所有政治部門, 經濟部門, 金融部門, 行業部門, 所有股票交易所, 所有資金流動鏈都受到所有自理體系的控制機制, 因為我們都有魔鬼安裝的政府統治, 我們不應期望, 從小魔化的自理制度, 在世界各地更好的, 無哪個國家, 甚至無一個國家擺決所謂的國際系統民主統治的束縛, 該系統是唯無國界的壟斷者, 金融寡頭, 誰安裝他們的柯架接收國在世界各地, 試圖失控意味著不存在。 魔鬼是所有這些規則體系主人, 所以無論你看到哪裏, 世界上所有國家都直接或間接地被這些被自魔化的國際壓制者統治。 作為一個例子, 讓我們看看我自己的專制、 種族主義的政府狀態, 正如我們以旭洋的名義式的, 他們只透過他們的力量手段從來沒有上台, 但透過系統設計的歐美支持, 為何他們支持他們, 是很清楚的, 他們代表他們的利益, 歐塞俄比亞人試圖拋出旭洋的暴軍政府, 但無法設法這樣做, 為何? 因為在幕幕後, 所有支持都流向了這個暴軍統治者, 來自世界所有大國, 他們似乎總是發誓民主主義者, 但在行動上, 他們是人民需要的狐狸敵人。 在我們的國家, 我們被我們這個時代看不見的罪犯所統治, 但保持他們魔鬼主人的撐, 他們仍然站在歐塞俄比亞人民的頭。 國際壟斷者似乎在無辜人民眼中爭吵不下, 但事實不是如此, 幕後, 他們是一個, 並笑了, 他們的欺騙行為在咖啡桌上。 最反無道德而無同信仰全能的上帝和恐懼他們, 他們信撒旦和他們的選擇, 他們小魔化他們, 並將他們安裝在整個世界的戰略控制位置的所有領域, 雖然我們每日看到他們在良好的西裝, 他們完全代表黑暗統治主人, 魔鬼的統治方式, 在我國, 所有的治理制度都只在另外塞俄比亞的所有人民都受撒旦的統治, 我們今天看到近一千萬人在魔鬼安裝的維揚政權的直接服務的, 他們已經做了, 並且仍然做著一切邪惡的自魔化行為, 作為所謂的國際辦公室主魔鬼蛇命令他們做, 這些邪惡的行為是做, 被民主的面具所掩蓋, 今天通姦, 索多姆的, 性產業, 偷竊, 搶奪他們的兄弟財產, 不尊重老人, 虛假的見證, 反對全能的上帝, 和鎮壓人, 歧視, 種族主義, 所有這些罪惡的行為都是我們政府的身份。 這種被自魔化的治理制度幾乎覆蓋了整個世界。 由於第五條消息以最大功率執行, 因此前三條消息決定, 全世界所有國家都將得到二級的懲罰, 成的唯一出路是, 在什麼情況下, 你會, 你必須跪下, 全能的上帝的奴隸誰將統治歐塞俄比亞? 因此, 在地球上所有為這個被自魔化的世界服務的人, 用被自魔化的治理系統, 以及所有忠於我們時代統治者的你們, 所有男女, 記得前三條信息說, 你會被抹去, 除非你有全能的上帝和處女結婚的標誌和印章, 在舊時的近七年, 你應該設法得到全能的上帝的標誌和印章, 但你不能, 如果如此, 你失去所有的二級懲罰將追究你的責任, 或負責所有犯罪描述的所有前三個消息。 你們誰笑了, 並侮辱真正的信仰特瓦克多東正教都還在做, 遠遠超出這些邪惡的行為, 你們那些仍然試圖摧毀出這些正統信仰與系統的破壞行為, 永遠不會透過火地獄不等你, 而且誰分享你的罪惡的邪惡行為將被清除, 你的家庭都。 因此,這些是命令正如前幾次訊息所說, 世界各國領導人, 及其在各指揮和行政職位的所有領域的在職男女, 都將被置於食和磨火磨方中死亡永遠不會帶走你, 除非你黑球無限次, 你們這些將得到死亡的人, 將被你的伴侶算作幸運的人。 不睡覺,不坐著,從不休息,在精神上或身體上, 所以你會哭,與看不見的痛苦,每一日同夜晚, 直到全能的去伏人給他們的書面命令。 以全能的上帝的名簽名並派上他,為你最後的休息。 你所有的財產, 你積累的所有財富, 你所有的財產, 將被火地獄吃掉之前看不見, 你會用你的肉眼看到, 你的家庭將被你眼底下的火抹去, 你會用自己的肉眼看到他, 所以你會監看不見的痛苦由這個世界中經過, 所有這些都是全能的上帝命令, 由他的奴隸和伏人發出。 七媒體,我們都知道人民最敵人, 基本上真相是世界各國的媒體和新聞。 他們似乎為真理服務,但他們不是, 而是他們是這個被小魔化的世界最好的武器之一。 他們直接或間接地服務, 所有世界魔鬼安裝撒旦統治者, 和他們的治理系統。 他們是真理中最胡形的敵人。 例如,我發送了所有的消息, 一、二、三, 他們信他們會告訴別人, 因為他們說,他們正在服務, 但在行動上, 世界上只有一個國家提到他。 他們所有的電台和電視每日都談論自然災害, 金融政治、社會危機以及世界領導人付出自己的努力。 正如我告訴你的, 我發送了所有前三條信息, 對於半島電視台, 新聞, GNN, B,B,G, 時代雜誌, 新聞周刊, 和很多其他媒體和媒體, 但沒有人提到他。 但是, 他們日夜發誓, 他們是在說真話, 信息是不間斷的, 他們談論的不是民主, 戰爭, 恐怖, 性傳播, 事故, 世界領導人的行為, 建立他們的個人崇拜, 和新聞的商業收益股票情況。 在路上, 他們誹謗和戰鬥的男人和女人很少誰真誠敢代表真理。 所有媒體都是魔鬼最有組織的武器, 他們加重了索多姆的通姦, 都日夜攻擊和誹謗, 全能的上帝的法則和命令, 而不是他們告訴我們關於他們的主人, 所謂的領袖, 我們這個時代, 特別是他們的金融家, 超權力壟斷者, 以及他們的代理人的福祉, 而且他們有系統地轉移注意力, 一切人類善良的創造者全能的上帝, 有系統地採用欺騙廣大群眾的策略, 他們用他們的大膽行動, 他們談到全能的上帝永遠不會存在, 所以聽到萬能的上帝或接受上帝的法則意味著文盲。 由於他們比小魔法和小老大, 目的是誹謗和分散人們對其創造者的注意力, 眾所周知, 今日的媒體和媒體都是世界領導人, 壟斷者, 國際犯罪組織的狗, 基於前三條信息中描述的看不見的罪行和罪業, 下列第二級處罰命令如下, 訂單所有世界媒體和印刷機, 將被一場大掃火的地獄跟隨, 他們的主人和為男女服務。 無論他們身在何處, 在地球上的所有臉上, 任何媒體和印刷機都不受任何影響, 所有人都會得到黑的死亡獎勵, 只是為了將他們由沸騰的火地獄, 煮他們, 要帶走他們的火會慢慢吃掉他們, 將他們在看不見的熔熔火地獄, 所有這些行動都是全能的上帝命令, 而在這裏是由他的仆人和奴隸發出的。 白內賦予婦女權力正如這名所表示的, 它意味著令婦女遠遠超出她之做什麼, 意味著, 他們已經是索多姆, 空間和聖實業家的主要之處, 正如我們所看到的, 見證他們以掩蓋法律工作來實踐這種醜陋的行為。 所有婦女, 除了很少都反對全能的上帝的法則, 他們對行為變得無信。 無視全能的上帝的法則, 他們著婦, 就難忍淡。 做個個家, 從不給他們感到羞恥, 以平等權利的名義, 他們現在成為他們的屋的指揮官高於他們的丈夫, 在所有經濟和其他事務中, 他們高於其丈夫, 他們是地方法官, 法官, 公司領導人, 教師, 天主教徒, 新教徒和其他宗教, 他們是主教, 他們試圖摧毀全能的上帝的法則。 耶穌基督的十屆和六屆, 在所有婦女是最著名魔法和服務器撒旦蛇規則。 因此,正如前面的消息詳細描述她, 在我們母親處女結婚的眼中, 女人是最討厭的, 她為她們感到羞愧, 感到非常生氣, 她們每日倒在本有迫起她和全能的上帝的憤怒。 因此, 她們摧毀全能神的真正法則的救恩, 基於她們無情的大膽行為, 和否定所有的建議發送給她們, 透過以前的信息, 都由於她們的石頭心以下的命令和決定是由全能的上帝命令, 並發出給所有由她的奴隸我,都簽署和密封。 因此, 第五條信息出現之後緊, 以以給罰掃除她們的行為, 是看不見的火地獄會開始採取行動, 所以訂單。 所有的跡象, 以及索多姆的空間者, 基女同基佬, 還有女同志, 聖實業家, 所有婦女, 誰站在全能的上帝的法則, 將被跟隨由地球上的所有面孔, 除了那些誰, 誰設法得到全能的上帝的標誌和印章, 都是我們的母親的標誌和印章, 將被放入火地獄, 從來沒有見過。 其餘的在逃婦女, 誰失去和淹沒在所有罪的罪, 都永遠不會悔改, 將失去一切, 在這個竹坑建爪的世界, 他們由他們的權利, 誰在這個過程中成為伊麗莎貝爾的兒子, 以色列國王阿卡布的妻子, 你被自己的姓奧貝蘭子們貼上了自己的姓道的標籤, 所以這些被自摸化世界的所有第一夫人都是她懂得當兒子, 因此他們繼承了她伊麗莎白命運, 所以你肯定會死狗的死, 沒有女人會免疫造所有罪孽, 既不索多姆的憤怒的日子, 正如你聽說, 律的妻子, 她會改後開始搶救道路, 她失去了她的生命與恥辱, 當她把她的臉回到她放棄了她作為死亡的方式。 因此,伊麗莎白人都失去生命, 都正在失去生命, 當她們背對她們的頭腦和靈魂埃及, 並反對她們的救世主全能的上帝, 她們的行為罪的罪由全能的上帝命令噴下她們, 所以要記住我們時代所有的女人和男人, 你是今天的達坦人, 達森從來沒有拯救哪些誰信任和跟隨她, 你都永遠不會安全, 所以你最後的目的被將成為火地獄, 在那裏你將被活捉到地球地獄的融融地殼, 因為達塔尼亞人得到了, 沒有人救你, 是全能的上帝命令, 由她的奴隸發出, 並簽署和蜜蜂。 當我們指的是消防廠時, 是什麼意思? 當我們指的是第二個火魔方, 兩者有什麼區別? 在第一階段, 我們都看到了地球上所有面孔發生的事情, 自然災害, 整體經濟危機, 政治危機, 社會危機等。 在我們周圍的所有環境中, 我們每日都目睹著各種人類的毀滅, 痛苦和苦難, 我們所看到的, 直到現在都被歸類為第一個火魔機和研磨過程, 火地獄的第二階段是什麼? 兩者有什麼區別? 第二階段的行動將有一個權力, 圍堵, 強度和深度四十九倍大於第一階段的懲罰。 所有操作都已執行, 並且根據以前緊的消息一,二,三, 所有操作都已執行。 所以我們現在要進入第二階段行動, 將提煉我們四十九倍的力量給我們已經服務的第一個懲罰。 記得, 沒有人能反對即將到來的第二階段的行動, 你所有的戰術和防禦機制, 從地球上的所有面孔, 以及看不見的額外的行動將被實施在你的生活的所有面孔。 十歐洲,在這個大陸, 我們知道,作為一個聯盟有二十八個成員國, 但都有一些,正當情緒中緊, 誰將是歐盟,其軍事結構稱為北約, 我們都知道, 這個大陸是所有其他最工業化的大陸, 但並不意味著發展是真正的精神方式。 這個大陸是眾所周知的, 他的殘暴,在中世紀時代, 以及現在,他是邪惡活動開的中心, 現在他仍然這樣做, 魔鬼建立他坐在此很長一段時間前, 是一個一個最大的一個故事, 所有犯罪都是由歐洲胚胎出生和成長的, 歐洲是無神論的中心, 歐洲是所有魔鬼活動的中心, 所有豪華魔法都由這個大陸的中心進行, 貫穿所有年齡, 所有索多姆的, 所有通姦, 所有反對十戒和陸基督命令的暫毀, 以及撒旦的所有行動, 仍然由這個大陸的緊次於美國。 歐洲是美國的複製品, 他承擔他的意思是美國巴比倫出生作為國家, 由歐洲,特別是由英國, 因此,所有破壞、災難和掃火的行動都會傾斜而下, 在他所有的活武上, 他建造、建造、新爐的百年, 他所有的財富,以及物質上的劇變, 都將變成垃圾商和灰盡, 他為自己的技術和財富感到自豪, 他得到左右大師徒夫魔鬼的獎品, 一切將崩潰, 將流級那些由全能的上帝祝福, 所發生的一切破壞,災難和崩潰, 其強度,為到和力量將乘倍增加, 例如,從現在起,如果發生地震, 強度將是49倍, 我們習慣了,如果3級地震乘以7級, 他將是21級, 你可不可以活下來呀? 即使10級,都無人能由過去的所有經歷中衡存下來, 因此,歐洲將面臨以下破壞, 由全能的上帝命令, 然後之後, 他將知道他們的罪行和罪, 必須支付的規模, 所有在所有的以下是由全能的上帝命令, 所有自然力量都會以我們以前所了解的力量, 圍杜和力量的49倍的力量毀滅你你的所有媒體, 印刷機和通訊系統都將崩潰, 永遠不會被維護, 不會獲得任何支持或援助, 因為個個都參與自己的問題。 所有能源將乾擴, 天然油, 天然氣井會乾擴, 不再轉探石油或天然氣, 所有能源相關組織和生產者, 所有石油收入持有者國家都將是乾漢和乾漢的土地, 沒有石油或氣體生產。 你所有的軍事能力, 尖端的武器, 戰艦, 戰機, 導彈, 將許多破壞力量數被出門, 如海洋高度較準的波, 破壞性, 行雷, 核, 生物, 化學, 宗旨儲存堆會爆炸, 不是在人地上, 而是自己爆炸, 你所有的政治和宗教領導人將受到懲罰與看不見的破壞性力量, 所有, 他們和服務器處將被黑球死亡, 沒有睡覺、沒有休息、 沒有健康、 沒有吃喝、 你喜歡、 沒有藏身之處, 所有的痛苦將統治你。 所以歐洲, 殺了這麼多人, 折磨、 自殘、 被囚禁, 使人類類野獸玩, 他都浸透全能神的鮮血, 擔造, 使所有人類種族, 看不見的貧困, 他必須支付他應得的代價, 因此, 所有的二級懲罰將帶他, 並懲罰他的最大力量, 他們被命令採取行動。 特別是歐洲國家的神經中書, 英國、 法國、 德國、 西班牙、 意大利、 希臘、 荷蘭、 比利時, 將面臨從未見過的破壞。 所有通姦, 索多姆, 殺手、 罪犯、 可憐的吸血者、 殘忍等。 深深窄根於歐洲, 因此, 懲罰將是重要的, 在人類歷史上是看不見的。 在犯下罪業時, 歐洲僅次於美國, 所以他應該付出最大的代價。 由於這些事實, 一切形式的懲罰都必須包含他。 經濟上看不到的金融危機, 債務危機, 嚴重看不見的衰退, 通貨膨脹, 工業危機, 銀行與保險危機, 交通危機, 能源危機, 各種危機的強度將提高49倍於我們之前知的49倍, 以前的社會危機都會被加強到你以前習慣的49倍的強度。 一般來說, 歐洲將付出前一件無一人的代價, 此外, 標題五中描述的所有超大國家的命運將適用於歐洲。 十一北美, 這個大陸是眾所周知的, 因美國,由它存在。 其他以知名稱巴比倫, 在非洲大陸, 如加拿大, 墨西哥, 尼加拉瓜和危地馬拉, 以及其他較小的國家被發現。 但是, 我們在第五條信息中的主要關切是提及, 或向我們所有人了解懲罰行動的第二階段。 我們都知世間上最著名的, 一個領先的魔鬼撥人是美國, 他是被憎恨的, 都是我們時代最罪人, 犯下所有類型的罪行和全能的上帝所禁止的罪業時, 他沒有可過性, 在第五條信息中, 我不要提及他所有的罪行和罪業, 而只是我們可以說, 他在所有人類歷史中, 透過凡下看不見的罪業, 是無法比的, 哈芝生, 分配, 引導和設計各種罪行和罪業, 魔鬼大師徒夫有建立他的主要辦公室在這個大陸, 世間上所有的國家仍然由美國巴比倫進口各種全能的上帝增恨, 民和禁止的罪行和罪業, 是一個無一個的一個例子, 正如我們從1998年埃塞俄比亞歷法中所看到的, 正如前幾次的信息所說, 全能的上帝的懲罰之首始於主要的罪人美國, 雖然信息已經及時到達他們手中, 但他們從來沒有接受所有言語的信息, 而是他們屈從於反擊所有全能的上帝的本性和決定, 由於他無可匹敵的罪過, 現在由第五條信息第二級處罰被下令所有的自然災害, 如龍犬風、洪水、地震、巨風、野生火、野獸、雪、冰、海森林的、海嘯、台風、火山 和所有其他意想不到的自然災害, 將來49倍的力量,重大的力量, 比我們之前, 例如,如果發生三級地震並乘以最少七級地震, 它將變成21級, 你可不可以忍受這個偏好的震級? 你所有的經濟, 崩潰似年土, 通貨膨脹, 衰退, 赤字, 債務, 將打擊於49倍的力量比我們現在看到的, 你所有的保險和銀行將崩潰到無法維持的條件, 失業將上升到你的撥紙, 所有的進口出口將完全崩潰, 所有的石油和天然氣, 特別是中國和日本的水井將崩潰, 你所有的運輸系統將崩潰, 你所有的軍事力量將被摧毀, 那些艦隊的艦隊,為戰爭而建立, 將被吃掉,海洋, 你所有的核,生物,化學和宗子將被閃電摧毀, 閃電的強度是先前已知的閃電的49倍, 雷電,海浪將衝走你的戰地艦隊, 你所有的戰機都將被摧毀你所有的社會問題, 都會劇變,達到徹底毀滅的水平, 所有設施,工業,實驗室,電腦,衛星, 所有已知的公司,所有的生產線, 所有的農產品都將被破壞到無法恢復的條件的, 所有健康問題將上升到無法恢復的條件上升, 所有類型的疾病與看不見的力量將吞噬你, 飢餓和飢荒將浮出水面你的大陸, 所有未想像的破壞類型都會消耗你,直到你跪下, 將手放在全能的上帝撲人手中, 他們將統治埃塞俄比亞。 所有這些將傾住在你們,此外, 所有命令懲罰你的超級權力夥伴, 都將帶你與四十九倍的力量。 你所有的宣傳機器, 印刷機,衛星企將崩潰, 永遠不會收復由於自然災害, 你會失去一個懲罰行動, 三分一的人口,所有未知的看不見的野獸, 把食你,從你藏身的地方, 兵,將重達五十公斤將失敗, 你選定的地區,所有的政治和宗教的領導者, 誰為屋魔的治理系統服務, 將投入不睡覺, 沒有休息、不吃、沒有死亡, 沒有解決方案創傷只是說, 受苦、哭、低腳核等, 所有這些和其他未指明的破壞將消耗你, 直到你跪低全能的上帝撥人的奴隸, 你們的公文將受到火地獄的懲罰, 除非祂或祂有全能的上帝 與我們的母親姓母結婚的標誌和印章, 都是特雅多東正教的真正個兒子, 將被活活吃掉那麼多懲罰的首全能的上帝, 正如《聖經》中看事六十八宗所說, 你的命運在這一章中被描述, 並在這些信息中密封, 你將會做更多的事, 記得所有的消息說, 當你進入火地獄, 你所有的情報界, 領導人, 宗教領袖和他們的服務人員將備, 再看不見的痛苦, 例如, 你們永遠不會睡覺, 吃任何你喜歡的, 沒有休息, 沒有床, 將在一個火爐無處床, 無日日夜夜所有命令的破壞力量追逐你, 無論你行到哪裏, 這些懲罰都將在所有歐洲, 亞洲, 非洲, 澳洲, 南美, 中東, 北美和斯坑的納維亞國家進行。 十二亞洲, 這個大陸被大大擴展, 在世界東部, 在亞洲, 我們得到所謂的, 合法和發達國家, 像中國, 俄羅斯, 印度, 日本, 巴基斯坦, 和非合法國家, 如孟加拉國, 印度尼西亞, 越南, 柬埔寨, 泰國, 魯國, 香港, 台灣, 哈薩克國家, 亞美尼亞, 亞塞拜疆等, 所有這些國家不知, 都不接受真正的宗教, 特雅多東正教, 除了像亞美尼亞淡的小國, 以及俄羅斯的一些正統, 在行動上被天主教教而侵蝕, 是其中一些居住在那裏, 其餘的都是佛教徒, 道教, 印度教, 神道, 穆斯林, 儒家等信仰, 也都立足於這個大陸, 世界人口的一半生活在亞洲, 令人驚奇的是, 所有這些人口都是龍, 雕像, 動物和人類的信徒, 他們用石製作他們, 他們實踐這些小魔法的崇拜, 這麼多年, 用這些人在正確的軌道上不會發生, 直到現在, 因為他們有閉上他們的心, 所以無論什麼手段, 他們永遠不會接受真正的信仰特雅多宗教, 正如目前所看到的, 所有一級懲罰都在遣散條件下進行, 但從來無令他們鞠躲向真正的信仰鞠躬, 因此, 命令第二級處罰, 消耗他們, 直到他們跪向全能的上帝, 這些大陸國家都是索多姆的, 空間者, 犯下全能的上帝禁止的所有罪行和罪, 他們做所有的罪, 無害怕上帝, 因此, 由於他們所有的罪行, 他們經常做他們作為一個正確的行為, 必須知道真相強的, 基於所有這些事實, 以下第二級的懲罰是由全能的上帝下令, 病單自然災害, 所有類型的風暴, 洪水, 颱風, 龍捲風, 巨風卡特呂納斯, 地震, 野生火災, 火山的, 熱, 雪兵, 野獸, 海嘯, 和所有其他人類從未聽說過他們之前, 將消滅所有這些大陸國家和他們的身家, 和財富的高潮, 以49倍的強度, 成倍的破壞力, 兵將落在選定的區域重達50公斤, 野獸將有一半的人和一半野生動物配置, 沒有逃避他們, 尚述所有災難將消滅所有亞洲國家, 除了那些誰設法得到全能的上帝的標誌和印章, 所有這些自然災害, 如果發生將採取, 與一個行動三分一的人口到未知的地獄, 政治危機, 所有的政治制度都會崩潰, 你所謂的民主自摸化所有社會都將減少, 你的種族主義政策將使你的整個治理制度在所有國家亞洲, 你會完全失去地面, 你的興趣都會消失。 你所有的軍事處被裝, 與這些人員, 將被摧毀, 你所有的軍事儀器, 與戰國艦隊的艦隊將被海浪, 風暴, 閃電和雷聲衝走, 這將較準與高強度, 以掃除你所有的軍事力量。 日本核危機將選作不嚴重, 因為未來遠遠超出了想像。 能源危機, 你所有的能源生產設施將被徹底摧毀, 所有的石油和天然氣轉探, 把乾坡, 所有那些, 誰出口石油和天然氣將失去一切, 他們建造的鑽井, 他們都會乾坡, 記得所有的懲罰不會停止或保持, 直到全能的上帝伯仁要求連吻他們的主, 並下令書面消息, 你, 當你跪下向將在埃塞俄比亞統治的全能的上帝伯仁舉手時, 全世界的國家都會受到同樣的對待你所有的計算機系統將崩潰, 無政府狀態將統治, 你所有的衛星將永遠消失, 所有與電腦相關的系統都將消失你的所有行業都將停止, 沒有人能維持或打理他們運作, 除非你跪下聽主伯仁給你的命令, 你所有的政治,社會, 宗教領袖, 他們的服務人, 和你所有的情報界將陷入嚴重的痛苦, 與不睡覺, 不休息, 沒有睡覺的時間不吃任何你喜歡的, 當你吃它會變成毒藥, 你們都會黑頭死亡, 但它不會採取你簡單, 只是為了給你記住, 什麼全能的上帝的意思, 你犯下的罪行和罪, 經過很多痛苦, 你會死的, 你笑了, 那些飢餓和飢荒的人, 他們會用看不見的力量統治你, 所有緊急時間附存都會消失, 要休息一個小時, 在一日內, 你應該宣布, 所有以前的消息, 而且, 第五條消息, 在每個媒體和新聞, 社會危機, 你們所有的社會都會充滿對州長, 政治領導人, 壟斷者, 公司, 所有安全和軍事官員的不滿和仇恨, 由於所有嚴重的生活問題, 沒有人會尊重法律和秩序, 而是屈從於破壞你幾個世紀以來建立的所有秩序, 所以自命的起義將統治全世界, 沒有人停止或阻止他們, 你會試圖控制人民的起義, 但永遠你永遠無法, 這種情況都會發生在世界各地, 不管他是誰, 交通和通訊將完全解體, 經濟危機, 你所有的經濟體系都會崩潰, 金融危機, 通貨膨脹, 衰退, 赤字, 債務危機, 保險和銀行危機, 股票交易所危機, 進口出口危機, 失業將上升到看不見的數字, 所有衛生系統將衰, 嚴重看不見的病毒將統治, 並掃除一切人類, 誰不在聯敏名單上作為目標, 無法抵抗的疾病將覆蓋所有被譴責的國家。 一般來說, 所有有條不由由分的破壞力, 將出現其強度的49倍, 我們已經知道以前, 因此, 所有上述有罪的操作將在此消息出現時立即開始, 13 南美洲, 這個大陸位於美國北部的南部, 這些大陸擁有巴西, 阿根廷, 秘魯, 委內瑞拉, 哥倫比亞, 智利, 北瓜多爾, 烏拉圭, 巴拉圭等很多國家, 在此我們都看到的地區, 在美國, 歐洲和亞洲經常做什麼? 尤其在此地區是眾所周知的通姦, 索多姆, 性產業, 粉生產及相關犯罪, 其餘的它們是北美的複製品, 所以對於這個大陸, 以下的懲罰是由全能的上帝下令。 因爲它看到第一程度的懲罰, 今次, 它將面臨美國, 歐洲和亞洲面臨的第二級懲罰, 它對上術三大洲的測量方法相同, 因此它的懲罰與三大洲的懲罰相同, 所有二級懲罰將開始作為其他大陸懲罰行動開始, 十四非洲, 這個大陸以其發展而著名, 所有歐洲人都將其殖文化, 並坦衡奪走了它的所有資源, 但這種行動仍然以間接方式一直持續到現在, 雖然貧窮並不能拯救正義, 但這個地區會發生什麼? 這個大陸都將隨著主人的擴展而進行擴展, 因爲它們的罪業與所謂的歐洲人, 美國或它們的主人一樣, 在非洲,索多姆, 通姦, 種族主義, 性產業, 殺戮, 黑幫, 種族戰爭, 強姦, 猖獗的殺戮, 所有在歐洲和美國經常發生的罪行都在非洲實施, 在可以塞俄比亞的情況下, 你應該有參考阿姆哈拉文版, 其餘州面臨對美國和歐洲二級懲罰的懲罰, 十五斯坑的馬維亞國家, 該地區擁有瑞典, 挪威, 芬蘭, 格陵蘭, 冰島和其他島嶼, 同樣的罪業在這個地區經常發生, 因此, 他們將受到第二級懲罰, 就像美國和歐洲人一樣, 中東, 該地區有七個阿拉伯國家, 以及約旦, 敘利亞, 伊拉克, 伊朗, 也門, 黎巴嫩, 以色列等, 這個地區將得到相同的二級處罰。 美國, 歐洲和亞洲將服役, 因為他們是世界超級強國的複製品, 並渴望成為他們的主人一樣, 所以這個地區將變成一堆沙紙的垃圾箱, 其餘的什麼將留在他們的土壤? 正如前三條信息所說的, 他們都描述了他們的命運,將做,沒有撤銷。 十六澳洲, 這個大陸主要由澳洲本身代表, 一些島嶼都被發現在他周圍, 如前幾條消息中被告知的, 澳洲是最著名魔法的國家之一, 與美國和歐洲併污之用, 所以, 因為他看見了全能的上帝的第一個懲罰隻手, 他從來沒有捕或悔改或感到害怕主隻手, 由於他的少星, 第二階段, 懲罰被命令給他, 因為他的伴侶有得到美國, 歐洲和亞洲所有的火地獄和消防廠, 將磨距49倍的強度和深度, 其中他已經習慣了各種災難。 其餘的發生在美國, 歐洲和亞洲的事情最終將發生在澳洲。 所以, 如果你的澳洲人, 已經知道, 跪低, 他沉重的手, 首先, 你必須在所有媒體上宣布或宣布, 並按所有前三條消息和第五條消息派, 在你出現之前, 跪向全能的上帝撲仁, 面對他們在埃塞俄比亞的公平正義。 十七我們的信仰船 諾亞船全能的上帝的所有男人和女人, 誰設法得到全能的上帝的標誌和印章, 與我們的母親處女結婚將定居, 可以休息在即將到來的諾亞船, 諾亞船意味著你奉獻的信, 意思是來自全能的上帝心, 求腦和精神, 以及我們的主所建造的真正的教會, 即特瓦克多東正教, 是如此同信任值得建議由以前的消息, 如果你已經悔改, 確保你在我們的母親處女結婚的安全手中, 所以你必須有禮貌,善良, 啟臉,有一伙破碎的心, 如果你設法獲得這些, 你定堆在諾亞船, 如上文所述, 是一個真正的值得信賴的伯仁和全能的上帝的兒子, 你必須做同活全能的上帝的必由必和命令, 如果這一切由你完成, 你的房子,是你的真正信仰特瓦多信仰將是你的諾亞船, 所以你住的房子或住所將秘密封, 並簽署由我們的母親處女結婚, 你家人和親人在你的屋下會很安全, 所以你是勝利的, 哪些屋魔可能會笑或拿你開玩笑, 不用煩, 他們的日子已經偏好, 都結束了, 記得當地獄流不驚慌, 地獄將採取他的份額, 死亡和所有有罪的破壞力是鬆散的, 你可能會聽到這麼多的尖叫, 哭一,痛苦和痛苦, 當死亡籠罩是他們的頭上記著上述建議, 觀賞你的門, 感謝你像摩西淡值得信賴的全能神, 不要為哪些被譴責的人煩惱, 因為沒有人拯救他們, 是他們的行為跟隨他們, 主主呀, 對人所犯罪行的懲罰是甚麼? 超越你所犯和所犯的所有罪業, 所有的消息告訴你的懲罰, 但是,透過紅線, 那麼多罪犯對全能的上帝的人反下了不可悔的罪業, 他們謀殺,監禁,酷刑,追逐, 沒收他們的財產, 要他們與家人陷入貧困, 所以他們的懲罰將永遠不會看到之前, 和沒有被告知在所有, 給全能神的奴隸們的宗告, 主的所有人都必須是, 內心,善良, 保留,尊重, 有限的回應,禮貌, 並在所有正確的事情的象徵, 因為即將到來的地獄是如此嚴重的整體破壞行為, 你可能會害怕, 當地獄來吞下那些被判刑的, 對於你所做的一切, 你都應該以負責任的方式去做, 你應該知道你是愛的象徵,善良, 所以及時危機, 你應該做任何你能做的, 只要你在附近的緊急幫助需要, 對違反所有信息派所犯罪行的懲罰, 所有違反前一及第五條信息派罪行 都將受到全能的上帝的嚴重懲罰, 而曾或確實犯下阻止這些信息派罪行的 他或他必須知道他站在或阻止任何一個罪靈的救贖, 所以你將受到懲罰毫不留情, 儘管你有封鎖信息, 以接觸所有如此興趣的人, 意思是你將他推死因爲你阻止他悔改, 所以沒有措施懲罰你。 千年是甚麼意思? 首先,你們都是天主教徒, 抗議者和穆斯林, 佛教徒, 印度斯坦人等。 你們都對千年的意義無任何感知, 你們無權利有福, 可以活到承諾的千年, 會出現, 你從這個世界去世後, 屬於你的地方,地獄。 所以,如果你有興趣只是知我推薦你第五信息阿姆哈拉文版, 我都建議你, 再閱讀阿姆哈拉文版第五信息 閱讀聖經由啼時章二十、二十二摘要, 記得所有以前的信息, 一片又片地獨, 消化他們告訴你的關於你的命運的所有。 記住! 記住! 所有這些懲罰都在你的整個生命周期內進行, 那些懲罰和破壞。 發生在你身上的事, 是基於透過之前的消息傳達給你的命運, 當你通過由第一處罰到即將到來的第二項懲罰。 記得所有這些罪行, 你仍然在追求, 記得你所有的罪業, 你仍然忽視全能的上帝的勸告, 你面對這個世界的創造者, 我們所看到的, 同其他整個世界, 我們看不到他們, 所以記住它是它。 記住你所有看不見的罪行, 以及你所犯的罪業, 以及你被對這個世上最窮困的人反下的罪業, 這些窮困的人生奴是他們所有的年齡, 你搶走他們的日常口糧, 你吸了他們的血, 你粉碎了他們的小屋, 你稱自己為領導者和照顧社會, 但在現實中, 你不是他們的照顧者, 而你是他們的吸血者, 你折磨, 殺害, 監禁, 並將他們營入飢餓和飢荒, 但對於你和你的代理人, 你積累所有財富, 從你剝塞的國家隱藏你所有被盜的財產。 記住你建造的一切, 犯下一切形式的罪, 記住你所有看不見的罪業, 當你移動和半路回家, 你最後的命運地獄。 記住, 記住你犯下的所有罪行和不尊重, 對你的母親和父親, 也你的長輩, 繼承你的犯罪祖先, 記住所有你建立和新生的人類種類的破壞, 仍然這樣做, 其最大的提示記住所有那些透過他們的年齡哭一, 被推到一邊到最後死亡的人, 你到,你的殘酷政策, 流氓治理, 小魔化的壓制制度, 記住你由那些無辜者那裡灑去的血, 從那些赤貧者那裡吸走的鮮血, 以及那些悲慘的人, 在法律和秩序的掩護下, 你為金錢, 財富, 權力, 坎嵐和無限的利己主義而生怒, 記住覆蓋地球所有面孔的所有罪行, 同這麼多排罪的犯罪指示, 違背人類所有價值觀, 記住你犯下的所有罪行, 你仍然在特雅多東正教信仰, 都直接或間接地在奧塞俄比亞人民, 當全能的上帝的所有破壞力量開始消滅你, 記得所有以前的消息和第五條信息發出被忽視的垃圾箱或精神拍人, 全能的上帝的奴隸和仆人最後, 所有這些大國或魔鬼信任的仆人和你所有的伙伴小國一般來說, 世間上有近二百個國家, 近七年來, 你被測得和考驗, 你走了多遠來毀滅這個世界, 由魔鬼和他的黑暗軍隊勸告, 但現在你來到你最後的動作, 你的主人魔鬼將去地獄, 一千年, 這將完成, 他已被全能的上帝決定和封存, 所以請記住這條信息, 對於所有這些消息準備, 我感謝我的父親全能的上帝, 我的母親處女結婚和所有高榮譽天使, 來自全能的上帝值得信賴的仆人和奴隸。